怎么样了 事情已经办妥 这是您要的东西 做得好 太子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 太子最近一直在皇宫和太子府两处地方走动 其他地方很少去 太子没有动作 我们可以卡接叶骁罗的名义 把太子给约出来 反正大家心知肚明两人的关系 好香啊 什么味道这么香 我们我们去看看呗 叶骁罗用力的吸吸鼻子欣喜的 走了两步 便被身边突然出现的一种香气给吸引了过去 姑娘姑娘 我来看看 这是西域的百合香 特别香 你闻闻看 是不是很香 很香 说吧 已经从钱袋子里掏出了银子 递给了小贩 不用找了 这百合香 是姑娘的呢 这位公子出手真是大方 在下这里 有一种雪山清廉的香料 也一并送给姑娘吧 高兴了吧 我们去前面的茶馆坐坐 温王有一些宠溺地看着叶骁罗 他的眼角都是笑 水灵灵的双眼如同星星一般地绽放着 他脑袋一晃神 猛然地又想起了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是那样的清澈明亮 只要一笑起来就能够让你卸下浑身的防备 可是他的性格却和那双眼睛截然不同 只要一说话就能够叫人感觉到一块鱼刺卡在了喉咙里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时时刻刻地惦记着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我们走吧 一个身着白色衣裳的女子 微微地眯着双眼 看着两个人进了水星阁 已经进去了 一切都很完美 萧嫦哥有些满意地点点头 一切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只要前面不出意外 很快就能够将两个人的事情公之于众了 王爷王妃好雅心 王爷 这个字息 是让江湖上的能人意识临摹的 和你给我的那张纸的自己临摹的 信模一样 可以 送去吧 可是太子不在太子府 好像在宫中 李萧 宫中有一个太监 叫做李顺 你把东西给他 他会知道怎么做的